全部的人 水袋 苗子 全部要拿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 它被融成一個鐵球這樣子 然後飛出來 溫度太高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外面 就是一直把裡面講 那個火蛇 好可怕喔 救人差點賠掉性命 你看這個很危險 這個最恐怖的 打火英雄的危險傷疤 來 火災能見度 零 菜部就命上黃泉 誰 聖宇 其實要跟各位大眾 跟各位主持人報告 其實在成平時期 消防工作其實是 風險性非常非常高 跟各位講一個數字 其實這五年來 已經總共有 29名消防人訓值 因為我們工作風險也非常非常高 然後所以我印象中非常非常深刻 就是在一個 社子島的一個工廠大火 那社子島那邊有一些工廠 廢棄工廠很多 廢棄工廠很多 然後前幾年有一段時間 那種回收五金類的 回收機器類的 非常非常興盛 對 然後那邊有一種公司 是專門做這一個 那他們會有一種維修通道 其實它不是維修通道 回收通道 它會把機器直接推到那個通道 然後那個機器會直接 掉到那個碾碎機裡面 它會直接把那個機器碾碎 然後再進行做金屬啊 塑膠那個粉類 對 然後那個火廠 就是在那一種工廠裡面燒的 然後燒的時候 其實在火廠裡面跟電影看到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 電影是要拍給各位民眾看 但事實上在火廠裡面 我們是看不到全黑 全黑 第一個我們要找看 是不是有人帶 因為確實我們現場有 或是有收獲報告書說 有 還有人在裡面 然後我們就必須要上員去搜索 然後搜索到一定的時間 然後我們身上會帶搜索器材 我們會習慣會在 看是不是前面有 是不是穩步在往前面移動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我們 工作其實速度是真的是 雖然是一步一步在走 一步一步在走 因為你可能走錯了一步 就下一步就是會造成自己的傷 對 你在裡面迷路 那就完蛋了 對 所以然後後來就是 我那個整個前面的搜索器材 整個掉了 然後我那時候整個嚇到 我說到底前面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們通常這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 整個趴在地上 然後順便叫後面的 你那時候有那個學弟 才剛畢業沒多久 所以你要跟緊我 這個火場很大 然後說叫他不要過來 就整個趴在那邊不要過來 後來整個火打血了之後 才知道 那個就是剛剛我講的 那個回收的通道 那如果你掉進去的話 哇 直接滾進去了 碾碎機耶 就不是只有摔石而已 它還會整個 你就會插在上面 因為它那個是瑞麗的東西 所以你有可能會插在上面 所以那時候覺得跟死神很近 好可怕喔 那個裡面是牙齒 就進去把它碾碎東西 那樣 哎唷 天啊 所以你看 我聽得我頭皮發麻 頭皮發麻 對啊 所以工作很偉大對不對 於死神擦肩 爆竹工廠 哎唷 恐怖爆炸 誰遇到了 我們在苗栗縣消防局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爆竹工廠 發生一個爆炸 那我們到達現場 然後去支援 然後我們的長官就跟我們講說 先等一下 等一下可能還會有爆炸 結果我們就在那邊等 大概等了幾分鐘以後 發覺好像沒有什麼事了 結果我們全部的人 水袋苗子全部要拿進去的時候 突然發生一個大爆炸 然後那個時候 距離多近 就是我距離 我沒有辦法算清楚 但是我看到一個 貨櫃的門 它被融成一個鐵球這樣子 然後飛出來 飛出來以後 我的眼角魚光 我的學長還有義蕭 跳到水溝躲起來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同事 躲到消防車後面 我旁邊有一個人很神異 就是一個記者 攝影機拿起來 要照的時候 剛好那個鐵球打到他的攝影機 手當場就斷掉 隔天早上我看那個消防車 消防車 前面那台消防車 擋風玻璃全部都是血 這是我遇過最驚險的一件事情 好可怕 記者 比你們還神異 還要拍 你們小隊長跟一個學姐 已經躲到水溝 然後你已經躲到消防車後面 結果他要拍 那攝影機要 然後他手受傷 三個手指頭 還留在你們的消防車上面 這件事情 我看那是太久 滾燃 滾燃 這個超危險啊 滾燃現象超危險 一旦進入火場就出不來 怎麼是滾燃 在講這個之前其實 我們應該是有影片啊 那這個影片就是 主要是由我這一支 FIRE CAM 它就是 對 這是台北市消防車發的 對 那它其實可以防暴 防水防火 這個畫面其實是很難得 會錄得到 因為通常我們火場裡面 都是煙 這個就是啊 對 那等一下我們看到那個上面 你會看到會有火蛇 就是火蛇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般就稱為 這現象就是散燃 穩然就是我們要發生 散燃之前的前兆 它會有 這一種類似波浪出來的火焰 那因為這個時候裡面的火場溫度 其實已經大到三四百度了 天啊 那只要再過一下下 或是空氣再多一點點 就可能會發生散燃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散燃 其實對消防人員來說 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現象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新生其實它 在我前面這個其實是一個新生 它一直要進去 然後一直被我拉出來 因為其實它對裡面的 其實它沒有看到這麼大的火場 所以說我一直要把它拉出來 因為裡面真的溫度太高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外面 就是一直把裡面降溫 其實裡面溫度只要降低之後 它就不會有滾燃 那散燃也不會發生 就是相對安全 其實我覺得 火場安不安全 其實 對 哇 那個火蛇 好可怕喔 那你們手上是正在噴那個水 沒有 我是後面的 我是後面那個 就是因為我是帶隊官 我不會拿到那個 沒有 不容易拿到啦 除非他們有需要我去 支援的時候 我才會去做這件事情 不然的話 一般我就是在後面 就是指導他們說 該不該進 該不該退 因為他們都是比較年輕的 所以需要有人去帶他們 指揮他們 喔 OK OK 哎唷欸 看起來真的觸目驚心耶 這一次花蓮的救災余政不斷 走出大樓 驚艦超驚悚畫面 宜蘭其實離花蓮蠻近的 我們算第一批都抵達花蓮 然後又剛好被分配到 雲雀大樓那一區 然後我們到的時候其實 余政還一直不斷 一直有余政 然後加上那時候新聞不是有什麼 大崗崖或有剛住那個 其實都還沒到 對 可是我們還是壽命進去裡面搜救 那個已經45度了 就根本就是 我們到的時候其實還沒到45度 就只有30度而已 就它是慢慢一直往下上 對 如果你在建築物下面 你是看不到角度 但是如果你往外看 你會發現 後來越來越傾斜 這是真的還蠻恐怖的 然後都是進去搶救的時候 余政不斷啊 然後外面都會有釋放 有點像警笛 或按消防車的聲音 警告我們余政有來了 然後裡面的人趕快撤出 然後撤出以後 然後一鎮結束後 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要繼續搶救 都你靠我我看雨 然後後來也說 那我們就要繼續搶救 可是有些人是沒有出來 因為 就想說那就算了 或沒聽到 可是後來其實回飯店休息的時候 心想說如果 來不及撤出 可能就這樣常變夾心餅乾了 對 天啊 方猛男比比皆是 舉195公斤難不倒 其實消防人員 對於激勵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以前早期我們的訓練 是著重在耐力的訓練 例如像可以跑10公里 跑20公里這種訓練 一定要 對這種 但是後來現在發現了 發現了一個狀況就是 後來我們去國外受訓 現在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能不能 100公斤的人躺在地上 你只有兩種結果 一種是扛得起來 對 另外一種是扛不起來 就這樣簡單 所以你就變成說 我必須要把自己的肌力與體能 加強到非常非常高 所以變成現在很著重在做一 我們叫戰士體能這一塊 然後所以 等一下的話我相信 翰點哥應該有辦法 可以達到我的要求 對 他平常有在練身體 有 來 真的有假人可以 拿進來拿進去 這一個假人的話 它是我們所謂在消防救助上面 一個訓練用的假人 然後它這個是模擬 真的是 因為它是軟趴趴趴的 對 然後通常來講的話 這個不是那麼好搬 那也許 翰點哥他之前看節目都說 他有在健身 當然 給他試試看 他應該可以把它抬起來 對 你可以的 這樣在幹嘛 翰點拚了 男人的尊嚴 這是多重 100公斤 沒有 80而已 80而已 可以 可以脫型 對 沒錯 如果是100公斤的話 他腳在地面上 你的重量也剩下60而已 他的腳可以抵掉40% 對 去吧 你怎麼就把他救來這裡而已 來 真的很重 那我們請那個聖宇來介紹一下 這麼說 好 這時候的話 我們通常來講的話 跟大家講一下一些班人的技巧 班人的技巧 翰點哥剛剛做的也不錯 通常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一般以消防人員的話 不是只有我們是沒有穿裝備的狀況 我們還要穿20幾公斤裝備 對 剛剛那個 所以剛剛在以穿裝備 在搬甲人的話 如果你要用 要翰點哥剛剛的方式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先示範一下 等一下翰點哥可以用我的方法 你會發覺比較輕鬆 好 第一個 我們接觸到患者的時候 接觸到患者的時候 我們會先評估他的狀況 也有可能他還有生存的機會 這時候如果他有生存的機會 我們會幫他戴上一個 就是 對 延長他戴舊的時間 可以呼吸 對 讓他有延長可以戴舊的時間 再來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因為他有可能有頸椎的傷害 所以我們會通常 我們會考量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 有沒有看到 剛剛對不對 移到他後面這時候位置 那剛剛憲哥講的沒有錯 我們需要直接從後面插 可是怎麼樣從後面去接觸到他的重心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會先把他稍微抬起來 一瞬間 對 一瞬間 然後先靠近他 頂住 然後這時候的話 必須要練習一個動作 他會有點像我們在練習 建立的一個動作叫做硬舉 硬舉 所以這時候我需要把他的重心 跟我的重心做結合 然後很簡單 往後推 抬起來 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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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很簡單 對 因為你這樣才能持久 因為他腿還在地上拖著 才有辦法持久 你沒有不可能整個人扛起來 對啦 這種假人也比較不好搬 因為他 不配合嗎 對 他是完全搬 對 他是 他沒有意思 他什麼配合 所以 其實對於一般人來講的話 我們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還會 在進階的訓練 會在 一開始的時候就讓他做得很累 然後他接觸到患者的時候 才要去搬 搬假人 有一種方法是最緊急 最緊急的時候可以用 我知道 就是說他都叫不醒 完全沒 完全叫不醒 對 叫不醒 叫不醒 然後 我老公回來了 好有耶 你這樣又比較好嗎 沒有比較好 喂 慢一點啦 那先讓他躺一會兒 讓他躺一會兒 休息一下